最近好多粉絲問我 中鋼的股價為什麼漲不太動 確實你看都在低檔震盪 而且半年限季限是壓在頭上的 秀一下那個外資 今天外資賣超中鋼 是賣超第八名的 終於知道答案了 來玉堂請上來 中鋼卻在剛剛公布了 下個月12月份的內銷盤價 也就是賣給國內廠商 它的價格竟然開平低盤 跌1.65% 賣給國內廠商 擔心大家成本壓力太大了 所以反而是降價的 因此中鋼股價漲不動 所以中鋼幫我解釋一下股價 好 其實股價是比較弱勢 因為均線算是我們之前談到 比較偏空性的一個排列 那剛剛談到這個新聞 其實我覺得市場 應該就傾向於類似叫做有點 不能說是非常大的利空 只是因為它過去這一年多來 內銷價一直漲一直漲一直漲 一直漲 所以你看它在今年上半年的股價 不斷創高創高創高 時間拉長上半年 對 中鋼大牛上半年從這20塊不到 然後漲到46塊 這是今年 對 今年 從20塊漲到46 47塊了 就是走一個漲價題材 但是發現到12月 好像沒有再漲了 但是不是說衰退很多 但是市場就是這樣 就跟貨櫃三雄一樣 運價有沒有大幅衰退 沒有 但是股價都腰斬了 因為他們之前漲價 股價都反映了 都已經反映過了 OK OK 那我問你喔 時間縮短 如果我只是買中鋼當存股的 手上有的我是續報還是 有 在這個位置點絕對抱著 存股繼續報 因為你存股 你不可能是在這個地方 我覺得去做一個賣出 明年2022 中鋼還是獲利賺錢的嗎 對 它還是賺錢的公司 只是說賺的好像沒有說 大家預期來的這麼的高 OK 只要明年還是賺的 存股就續報對不對 我覺得就是報著 好 那來囉 如果我今天呢 還是想買中鋼當存股的話 可以在大家這個低檔區 反而是存股的好買點嗎 絕對是 是齁 存股絕對是在我們講 股要走空投的時候 你就是最好的分批布局 反而是走多投 創新高的時候 上半年的時候 你買四十六塊買來當存股 還不如這時候買三十幾塊 OK 好 講到了中鋼外資是在賣的 今天呢 特別麻煩裕堂針對 我先唸喔 同買超只有一檔 就是長榮航空 但長榮航空同買 因為今天熱門股裕堂會幫我追 對座的就很多了 今天對座總共多達五檔 我快速唸過 趙鋒金 開發金 仁寶 長榮 華邦店 而我要請裕堂幫我追 華邦店 仁寶 趙鋒金控 這三檔標的來開始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趙鋒金的一個部分 其實趙鋒金最近形態特別強 因為我們之前講到金控嘛 那他算是官股銀行當中 最具指標性的公司 幫我時間拉到今年以來好不好 我發現今年以來好像有一個節奏 好 這是2021在這個地方 今年我先畫了 這個是趙鋒 趙鋒現在已經來到了新高 趙鋒好 那不要輕 我們就第一金控 第一金控 一樣是官股行庫金控 第一金 走法好像 而且今年的十月份才急急直追 請問一下 如果同樣是官股行庫 我到底是挑第一金還是趙鋒金 官股行庫怎麼挑先說 因為那這兩家我覺得都不錯 你說要我在兩家裡面挑 我覺得我都很推 很推喔 對 因為都是算獲利蠻穩健的公司 OK 那個第一金現在是23塊多 這一張2萬3 那趙鋒呢 趙鋒是多少錢 34塊 比較高價一點 但是其實因為都官股的 其實獲利都是蠻穩健的 那請問趙鋒您覺得他會漲到哪去 目標價我不好評估 但是如果回到技術面的操作 因為他是多頭走勢的個股 我個人認為你說再創高 甚至你說來到3738 我覺得應該都有機會 3738 時間落場 3738有機會的話 對 因為他已經創高了 那這種高價個股 你說目前法蘭都還在買 我覺得以目前市場上的一個 資金流向來看 金控股看起來又相當具有 吸金的一個力道 用周K角度 我看他是不是創歷史新高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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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沒有歷史新高 那請問我發現到金控股 現在關股行股再往上衝 難不成年底12月份 政府基金主攻火力 在金融股的身上 因為這只有他沒漲到在今年一整年 所以如果金融第一個 金融是不是12月份的伏筆 是不是政府愛的 第二個問題 如果12月份漲金融 那大盤的萬八會重現嗎 請問 絕對會 第一個因為金融安全 政府基金絕對愛 那金融上來因為佔指數高 你說萬八 我相信他絕對是重要的推出 他不能缺席 所以我這樣的沙盤推演 有可能成真 確實把它清掉 趙峰回到日K 今天的央港楊總裁 在立法院備選就說了 明年美國聯種會會提早升息 如果這句話說了 那麼就意味著 我們是跟得很緊的FED 我們會不會提早升息呢 難怪金控再發動了 那所以趙峰金第一金存股依舊 那存股現在先不買 先不賣還是先不買 先不買 我覺得這樣你可以 或者扣款不要扣那麼多 我們之前有答過各位 當然我們不去預設高低點 但在這個位置點 你不要把扣款的金額放大 好 第二檔對座的人寶 因為人寶 今天有一個消息傳說 它的觀音場好像做一些調整 可是新聞有寫了 人寶已經否認 沒有任何一個廠要觀念 對 那個用詞 可能新聞媒體的用詞不太對 他是想說什麼官場 其實不是他說是一些人員的調整 可能也許這樣的利空 有點把它打壓下來 不過你可以看最近外資是連三賣 當然投信是做一個低階 不過股價是下來 看起來是不是有點被外資賣下來 那我問你 這個消息因為今天到最後證實是誤傳 人寶有沒有一點被錯殺的情況 對 如果今天的下跌 我覺得是有一點 因為看到這個官場的消息 他就覺得是不是營運的狀況很不好 等等之類的 但是現在來到這個基線的位置點 我覺得你持有者不必再殺低了 因為今天有收一個下影線 好 時間收短 因為今天留了大家去把它買起來的下影線 新聞誤傳 明天佔上幾塊錢 還他今天誤傳的公道 要轉強的話 要佔上這個開盤價的位置 今天的開盤 我們看一下 今天的開盤是23.8 大概24塊錢 對 那不用佔回黑K的一半嗎 因為這是前一天的 你只要先把今天這個利空的佔回來 我就可以視為這個下影線的K棒 是有效的確認 就是先把今天的開盤 24塊錢左右佔上 然後再把前一天的黑K的一半 這樣就光光過 對 初步佔上 然後再過的就更確認了 華邦店來 華邦店 因為No Flash最近真的是消息太多了 外資普遍看壞 但是內資的老闆 從旺宏喊出來都很好 那回到股價上 我覺得股價會說話 好壞的話 看起來 我覺得我會比較解讀 看起來是公司派的看法 似乎是獲得確認 如果利空真的 像外資說那麼慘那麼壞 怎麼可能外資的賣 對 外資也要買 甚至開始有點轉賣了 對 而且底型出來了 然後投信也買 所以我覺得如果搭載現在的技術 從網面來看 我會覺得看起來這個底型有浮現 請問一下像低潤谷 華邦店這些 我可不可以跟著籌碼部調走 只要土洋投買超 我的多單就續爆 對 可以 可以嗎 好 法人動作檢查完了 接下來要從訊號看大盤了 今天的空單很不爛眼 大漲白點 從上個禮拜五到今天禮拜一 空單連二減 現貨也連二買 正價差 真的 我應該是沒記錯吧 我覺得每個禮拜一禮堂來的時候 多數都是正價差 所以以後變成正價差哥了 請問一下正價差 漲點都大 現在我們解讀正價差 是不是您教的正價差助長動能 你看夜盤 夜盤順著正價差 來到今天開屏之後 今天最高點 差不多位子 您的解讀 我解讀其實以目前市場的氣氛來看 微幅的正價差是有利的 代表說市場的氣氛偏多 而且你看最近外資的期貨空單解 本週要結算 所以說你看這個期貨空單一直解 本週要結算 代表說外資做空的那一方 已經有點脆弱了 對 那我已經先出場了 然後國際面的股市又走起來 我們在最後看一下台子期的 或現貨的日K集中市場都可以 看開大盤好了 看現貨喔 對 因為以目前來講 這個我們常講的 這個頸線位置17633 就剛剛好差不多 然後打了一個大底 今天算是一個有越過 我跟你說 這個頸線是17633 對 就是這個高點的位置 上影線高點位置 今天說17634 你看 玉檀就說多一點就是一點喔 所以一點它的意義何在 就是技術面行星突破這個壓力區塊 那代表說它是一個轉強的訊號 可是我問你喔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看這個高點呢 因為你如果就收盤位置喔 今天的收盤位置在這 收盤位置 包括之前的收盤位置 早就過這邊收盤位置了 收盤位置來看喔 是這邊以來的新高 所以我才會說 大盤創四個月來的新高耶 所以我到底是頸線重要還是看 收盤位置重要呢 我覺得不一定啊 我覺得都可以 因為我覺得看每個人 技術面的分析的邏輯不一樣 那我們會看收盤價是因為 他會確認市場上對於今天 整個台股的共識的那個 認同度在哪裡 因為最高點可能像上影線 好像騷中集市 收能夠收在這個位置 代表市場上 認同今天的高點是能越過 前一波的高點17633 那代表是更一個 符合一個強勢的一個表態 漂亮 收盤的位置 如果能夠創下這邊來的新高 也越過了盤中的高 那它的那個多頭力道的肯定性更淺 就是這樣 沒錯 那夜盤幫我畫一下 現在的夜盤走高 今晚的夜盤怎麼樣 才有利於明天續工 其實今晚夜盤只要收紅 我覺得對明天都是加分 這個棒子只要是紅的就好 只要是紅的 只要收在今天的這個 今天早盤的這個收盤價之上的話 對明天來講都是一個加分 對因為日盤是收在這嘛 對 所以只要收在這個之上 它就是紅的啦 對 今天的夜盤多漂亮 它剛好開在今天的收盤 所以以今天的收盤位置 當作開盤價繼續再漲 對 然後甚至越過今天的如果最高點 我們看一下早盤最高 高是17707 它如果還能越過早盤的高的話 那明天的一個早盤的氣勢會更強 好 感謝玉堂 非常謝謝您了 請回座 因此呢 這個禮拜應該是一個不錯的 Happy週吧 因為台股今天是出量 連續的出量上漲 開始從那個對座的幾檔標的來講起了 今天對座幾檔標的 比如說像趙峰金控 沒想到趙峰金第一金 剛剛玉堂說 兩檔關股航庫都可以當存股 但是呢 他們有一個特色 關股航庫在發動 尤其是大型金控 意味著 好可能在12月份 下個月 政府或者是大戶主工的步調 就放在金融身上 如果這個金融 因為之前沒怎麼漲到 沒怎麼漲到 現在攻上來 那麼年底的萬八再建 就會有機會了 可是呢 因為存股 所以高檔不追了 拉回來 可以再做進行存股的佈局 人保部分呢 因為今天的誤傳 時間算很短 所以如果明天 該還他一個公道 人保已經再次強調 我們新聞有寫 沒有要關任何一個床 所以今天的開盤位置 如果能夠佔回去 大概24塊日後 因為今天已經留了 大家去把它買起來 給的下影線喔 24塊 明天能夠攻上鎮上 就是還他今天錯殺的 這個誤解了 另外一個華邦店 華邦店呢 外資不是一直唱衰嗎 說記憶體多差啦 可是呢 底型慢慢打出來 可見的是 投信買的對 只要呢 外資投信同買超 多單就可以續報囉 說到的訊號 空單的減 這個禮拜三 本土期貨進行結算 所以空方 有一點點視為了 有一點點認賠 因此呢 只要空單繼續減 再加上夜盤 今天的夜盤呢 是開在今天的收盤架 紅磅 那麼明天就有續航力道 這樣個結論 玉堂正確嗎 沒錯 感謝您了 接下來說到大盤 現在從不同的角度來講解了 居民請上來 如果我們沒有戳破 可能大家也不知道 台股這兩年已經扭轉了 以往史上的慣性 以前什麼慣性呢 就是成也外資 半也外資 外資買一億大盤 漲一點 外資買一百億大盤 漲一百點 現在這個慣性已經不成立囉 台股真的扭轉慣性 為什麼 因為呢 外資賣了兩年 台股呢 去創歷史新高 來看證據 這兩年 我特別幫您抓 2020 去年1月份 到現在 台股從8523 漲到了18034 史高 總共大漲了9511點 然後台幣月K 就從去年的30.54 到現在 升到27.782 升了2.82元 升了一成 兩年的時間 證明什麼 證明 將近一年半 台股漲了9511點 外資從去年到現在 將近兩年 狂賣了1.04兆 但台股賣不下來 第一個想問一句名喔 賣了接著是今年 在這兩年時間 今年賣了5047億 又匯入了3000億 總共在國內外資的錢 這多達8047億 台幣是總升的 所以賣掉的錢 賣掉股票的錢 沒有匯出去 請問他的錢在哪 還有台股改變 時尚的慣性之後 那麼日後多盤的重心 該看誰呢 如何觀察您的看法 對這個基本上 這有三個重要的問題 第一個是外資賣那麼多 台北股市創新高 這過去大概沒有看過 史上未見 對第二個呢 其實今年外資還是匯入 雖然說他是賣超台股 但是他是匯入 等於外資的錢變多了 那這些錢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對因為台股他也沒有 100 200 300 400 一直買沒有耶 對他整體來看的話 應該是多錢 錢有多出來 因為他賣掉台股有多的資金 另外匯進來又有多的資金 所以外資在我們境內的錢 非常的多 只是不知道錢跑哪裡去 對這個我們要回答一下 那接下來當然說 後續我們該怎麼觀察 首先我們看一下 我們是拿這個去年疫情 對低點8 523點 漲到今天的收盤價 17 634 總共漲了9000多點 對不對 可是我們看到外資 其實如果我們用8500點 那個低點來算的話 他總共賣超台股 大概5400億 那賣那麼多 結果台北股市大漲9000多點 那只證明第一件事情 外資已經對指數沒有控盤的力道 講得真好 對 那換句話講 兩年時間 對兩年時間賣那麼多 其實很明顯 這個趨勢已經改變了 對 那外資沒辦法控這個台股 那就誰控 就是內資在控 講得好 因為這兩股勢力 就是內資跟外資 好那你的內資是誰呢 講白話一點 內資是本土的資金 叫做內資 那第一個當然有包括一些法人 那法人包括政府機構 包括一些自營商投信 甚至於像保險公司 另外一般的企業 也可以買賣股票 這是法人 所以我先講 內資就是國內的錢 叫內資 一個是法人 包括了政府 包括您剛剛說投信 包括了誰 一般的企業也可以買 一般的企業 第二個內資還有誰 內資的話一般是自燃人 那當然我們用金額的多少 我們會分大戶 十戶散戶 甚至於小白 所以這邊有大戶 還有主力 小白螞蟻熊兵 你小白你也當一咖 對不對 是不是這樣 參與者 你看小白一股腦邁 陽明長榮不就之前就拱上去了 沒錯 第三個內資 內資就分成法人跟自燃人 好那我請問 我再多一個 因為錢很多的 我們都繳保費給他的 受險資金 是不是也是一股大力量 這個法人裡面 有保險公司 保險公司 因為以前的受險資金 都投資海外 就投資海外 沒想到投資國內賺的還比較多 沒錯 好那內資找到了 接著呢 好那我們就可以觀察幾個重點 第一個 現在台股是由內資來主導 沒錯 那外資有沒有影響 對個股會有影響 假如他哪一天集中在賣 某檔權值股 比如說集中在賣聯電 那可能就被賣下去 所以現在這個外資要觀察 可能重點在個股 而不是他整體的買賣超級 那影響不大 也就是外資現在能夠撼動的 就是單一個股 不是整個大盤 對 好那接下來我們就回答一個問題 到底這個賣掉的錢 比如說呢他今年賣超了5000億 然後又淨匯入3000億 他如果是賣掉以後淨匯出 那就沒問題 他是賣掉了5000億 又淨匯入了3000億 這樣都將近快要一兆了 8000億 那錢到底跑到哪裡去 我問你喔 我要先進廣告 廣告前先問 錢真的沒有走對不對 錢還在國內對不對 對 藏在某些地方對不對 沒錯 藏在至少哪幾個地方 有一個很大的地方 可以藏錢 真的喔 等一下我們再說明好了 不是股票吧 不是 糟糕了不是股票 所以你就看不到了 駿銘謝謝您先請回座 他說有一個地方可以藏 很多很多很多的外資的錢 我好想問到底我們國內哪個地方 parking了那麼多的外資熱錢喔 回到現場之後讓大家追出來 追出來之後我就能夠懂了喔 那麼扭轉了史上慣性的 不再成敗接外資的台股 然後我們的天下呢 要靠誰 多頭力道指標股 全部都把它撕下去了 在台股的春天還會更無望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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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説請請